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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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答案 到底持永志 因为眼睛跳可能是某种疾病的信号吗 是不是得了某种严重疾病 来 我就不信 拿手机测试一下 怎么能看出我这个人有病没病啊 对不对 手机手机告诉我 我有病没病 呦 看看整场的差未通过 永志 没通过 永志你还好吧 你等一会儿等会儿一辆别着急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说我呀 你看 咱们不是这个要保证一下吗 咱们这个 你看我是把其他的东西都摘了 用我这个本脸再测试 肯定就没问题了 跳起来演琵琶什么呢 是吧 这回测试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通过呢 一二三 永志 通过我们现场的测试 永志眼睛跳 可能真的预示着 她有某种严重的疾病了 到底是什么疾病 什么问题 对 关键是 咱们每一个人眼睛都跳过呀 是哪种眼睛跳啊 什么样的感觉啊 是左眼跳还是右眼跳啊 这都有讲究的 咱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吧 好好好 掌声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副主任 胡永生 胡主任 欢迎胡主任 欢迎胡主任 胡主任 胡主任好 欢迎您 欢迎胡主任 你看永志 胡主任一到现场 我们大屏幕上 就出现了好多疾病啊 有什么 脑梗啊 脑瘤啊 帕金森 老年痴呆 男制性高血压 都是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啊 永志 不是吧 眼睛跳啊 我们在家里经常会发生 对 怎么没想到眼睛跳 跟疾病挨上关系了 而且这些疾病都挺吓人的 您快跟我们永志看看吧 可能啊 这需要看一下 等一下你对那个一些眼睛跳动的一些反应 哦 你挤一下我看一看 呃 两只眼睛 哦 直接挤啊 再睁开再挤 对 好好好 哦 你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很重要 嗯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地屏 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 一个是两只眼睛都跳 一个是 一边眼睛一直跳 你是哪种 我呀 嗯 我是两个眼睛都跳嘛 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疾病 呃 是不是这两种形式猜一种 嗯 我我个人觉得 如果真要是这种啊 应该就是 两边同时跳 因为什么呀 因为老话咱们说了嘛 一边跳是发财嘛 如果两边一块跳 肯定就跟疾病相关了 哦 而且我也理解 因为很多人眼睛跳 一般都是只跳一只眼 对 所以一只眼睛跳是没什么事儿的 两只眼睛同时跳 那才有事儿呢 实际上呢 这个眼睛跳呀 咱们正常人 好多人都会遇到 比如说胸膝不好的时候 或者生气着急的时候 偶尔左眼睛跳一下 偶尔右眼睛跳一下 这个是正常现象 嗯 但是如果你反复出现 始终就是一边 譬如说我左眼跳的 我就老是左眼跳的 嗯 就局限在这个左眼反反复复的 左眼跳的 这可能是一种疾病 和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没关系 嗯 它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一种疾病 你是反复跳吗 我就是最近才发现的 就是这两天跳 还没有观测到那么久 也许不贴这条就好了呢 还跳吗 所以所以我这跟杀财没什么关系啊 对呀你要相信科学 到底为什么眼睛反反复复的跳 或者刚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使劲眨眼这种测试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后续会详细给您解答的 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呢 眼睛跳呢实际上在不同年龄段都会出现 但是呢像这种我们说到的这种 两只眼睛跳或者一只眼睛跳 特别是单纯的一只眼睛跳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中老年人更多见一些 哦 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个例吧 是不是很少有人发生啊 专家的医院当中您负责的这个病床病房当中 就有很多一开始可能只是发现眼睛跳 没想到是和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是相关的 那我们也请主任给我们大家拍了一下他的患者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来看大屏幕 我这高血压病已经有了五六年了 原来就高吧 底就是高的不那么太高 高十个左右 后来就有一次达到一百九 我就感觉他头重脚轻 买点降下药吃 降下点也就是我一次的 互高互低 这一会儿过去几年 我这就影响一个 就产生一个闪差神经痛苦的什么原因 我上这做这个手术了 但是我做了这手术前 这个面部神经 强下神经 立干见影 当时就不疼了 我上手的台前是疼的 等着做完了 麻药醒过来呢 我一磨一舔 你靠舌头一来 这个牙都不疼 血现在降到六十五 一百二十八了 从来没有这么低过的时候 非常心情非常好 这心情啊 皮干什么喜事都好 这病完美了 心情也能吃饭了 也能吃东西了 心情就特别高兴 就是最后跳的这个 整个脸都变形了 所以整个都歪过一下 就是你闭一闭眼睛 直直闭一闭 好 然后直闭一闭再增开 我这跳的嘴歪了 是 这已经挺明显了 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我这个眼睛跳 但是我对这个眼睛跳 因为村人 包括农村的 还有老百姓都说 眼睛跳不是病 左跳前右跳 也没得很回事 后来我每次 每每的就照着镜子看 越照看着跳的越严重 越照看着跳的越严重 就这么十多年过去 但是后来就跳的整个 眼睛就这样上了 这个眼睛跳 其实不是小病 多少年 一直对我生活 照着很大的痛苦 这个 在单位不愿意见人 平时和人合影照性 不愿意照 因为形象太差 见了朋友 不愿意见 有时候看着人家 挤眉弄眼的 人家说你咋 认为我是这个面瘫了 有的按这个面瘫的给我制 砸针干啥 走了好点弯路 都不起作用 去年这个办护照 照了姓以后 这些人和人工人脸识别 怎么也过不去 后来他就叫我 这个不要紧张 可是不紧张 不由自己 不由自主的这个 一直跳 怎么也过不去 实在是痛苦 听他们的经历 感觉真的挺难受的 一般我们大家好像眼睛跳 都会像两位患者一样 一开始不注意的 是 像我们第一个这个病人 他那个血压呢 从三十多岁就开始高 然后呢吃药吃药吃了很多种药 最后用三四种药 他也控制不了 始终是基本上血压 要在一百五六一百六七 这么一个情况下 后来呢他在吃高耗压 这个同时他又出现了脸疼 就是脸上的这种 像过电一样的 像这种刀割一样的 反反复复的出现了疼 影响他说话 影响他吃饭 他来做了这个治疗 都和这个脑部 都和脑部这种疾病有关系 相关 就是我们这位患者呢 是脸跳 他始终是一侧脸上跳 跳了有十多年了 他实际上从很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单纯眼皮跳几下 他呢没有引起重视 但是他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不光是眼皮跳了 他的这个脸上的肌肉也跳 甚至严重的时候 这个脖子这块肌肉也跳 他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 他的夫人也是这种疾病 啊 他和他的夫人 对 他和他的夫人 都是这种疾病 是传染的 不是传染 这是很偶然的现象 这种现象呢 非常的 几率非常小 但是这两个人呢 机缘巧合 缘分非常强 他们夫妻俩不同的地方 去碰到一起 但是他们俩先后 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样可能更不着急 去检查了 好像大家都有似的 挺正常的事是吗 刚开始可能对工作 对生活影响不大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会让病 对人觉得很很烦 老是眼皮跳 而且呢 对日常生活会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人际交往 对 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别人老里面 你给他使眼神了 对啊 这老眨眼 也不是回事 而且会越来越重是吗 会越来越严重 很多人是不愿意这个 照相 因为照相的时候 老是在挤 很多人呢 不愿意和别人这个 进行交流 在日常生活中 他会受到一些干扰 比如说过安检 他过不了 他这个用微信支付 他支付不了 甚至说好多人去那个酒店 去办入住 人家还要查他的身份证 因为他那个面部识别对不上 所以带来很多困扰 这个都真的影响到 这都真是发生的 真的影响到人脸识别了 对 那真是挺痛苦的 不仅是痛苦啊 大家都把这个眼睛跳 脸部的一些抽搐 可能当成是小事 但没想到 是和我们大脑当中的 某种严重疾病相关 眼睛和大脑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会出现眼睛跳 这样的一个危险信号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道具 来好好跟大家讲讲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棵树 它比拟的是什么呢 它这是做了一个比喻吧 黄色的呢 代表我们的神经 脑子里面的神经 红色的呢 代表我们脑子里面的血管 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神经和血管 各走各的路 互相不干扰 他们就互相的都是 虽然是关系很紧密 但是互相并不干扰 所以血管和神经 相对独立的相伴行 它各有其路 但是出现问题会怎么样呢 勇志您可以 随着专家的讲解 您来演示一下 那就假如我现在就是 咱们今天要讲的这种疾病 就会让那个树怎么样呢 跟着我看一下 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哦 看见了吗 哎呦 严重不严重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脑中的两棵树啊 哦 我们这看清楚了 对 这棵红色的树 几乎完全依靠在了这棵黄色的树上 它实际上演示的呢 是我们这个黄色的神经 和这个红色的血管 靠在了一起 哦 是我们这红色的血管 压到了我们黄色的神经上面 哦 它本来应该各行其道 现在呢 这个等于红色的血管 它搭错车了 搭错路了 搭到了黄色的神经上面 不同的血管 压在不同的神经上 会出现不同的表现 哦 可能想像啊 比方说这血管刚搭上了 咱们比方说这个 还不太明显 对 如果搭的时间比较长 就会比较严重了 甚至是不是会粘在一块呢 所以一会呢 我们会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具体有哪些疾病 可能它不是看来的样子 它本身啊 是大脑当中的 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哎 搭在了一块 压迫导致的呢 大家可以一起哈 来对照对照 在说这个之前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说这个疾病 老年人是高危人群 为什么是老年人 这样 我们回到台中再详细介绍 好 台中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就是搭错车的血管和神经 原来是他们俩出现了问题 那为什么老年人是高危人群呢 呃 这里面呢 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啊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个血管呢 本来是柔软的 它很有弹性 它比较柔软 到随着年龄增加呢 一般到了中老年 会有这个血管的硬化 硬化以后呢 它就很硬 就没有弹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容易刺激到 正经 这是第一个因素 为什么中老年人多发 第二个因素呢 是我们到了中老年以后呢 这个脑子的体积会缩小 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 它会明显的会缩小 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脑子是这么一种状态 它很饱满 它把脑弩完全充满了 但到年龄大了以后呢 它就变得体积就变小了 它就会萎缩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这两个因素 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它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的弹性差了 然后它脑子萎缩以后呢 它和神经就靠得更紧了 它本来呢 它是一个很轻的一个距离 然后它对它刺激呢 也不严重 因为它是软的 所以它将它变硬了以后呢 就容易刺激 这是两个主要的因素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也起作用 一个呢就是 本身这个血管呀 有些人 它就和神经靠得比较近 虽然说我们说 这个血管和神经各行其道 但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变异 本身血管和神经就靠得比较近 如果再加上这个因素 它变硬了 脑子变萎缩了 那这个血管和神经就挤到了一起 第一种因素 大家已经看到了 血管变硬 如果它软软的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神经刺激不大 但是如果它变硬了 大家看 这种碰撞 刺激就比较严重了 这种刺激就会引发 我们其他的很严重的大脑的疾病 而第二种呢 不可逆的 人老了大脑都会萎缩 这是完整的大脑 萎缩 哎呀 这是每个人必须要走的路吗 一定会萎缩吗 一定会萎缩 但是不会像永治掩饰的这么严重 它会体积缩小 但是不会一下子缩成这么严重 它一点一点一点缩 对对对对 然后缩小了 大家想空间就小了 血管和神经一点点就靠近了 对 还有一个因素起作用的呢 是这种病多发于咱们亚洲人群 特别是东亚的人 就是发病要多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亚洲的人群啊 它的这个炉腔相对比较小 头子的这个炉腔相对比较小 空间比较小 不是你看我怎么了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喜欢睡头 就是老年人把我们的这个后脑勺 睡得平平的 对 说这样好看 但其实大脑啊 就要后面的这个空间要大一些 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 原来说是一个好传统 但是呢 它也是有一些带来一定的弊端 我们小时候这个脑子发育 它可以往外涨往外发 如果说你老是去把它压呢 就会人为的造成 它那个空间会更小 它也容易引起这种 让这个血管和神经 靠在一起的几率就更大了 我妈就说我小时候电过书 对 底下电书旁边固定住 小时候都是要电书的 我也有这个印象 就是电书为了说 这个让你这个脑壳变得更聪明 但是现在感觉好像 越电书感觉好像不聪明了 对 我们把这个大脑的空间 都挤压了 所以亚洲人他就更容易得这个病 对 好 关键的来了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说到底哪些疾病 严重的疾病 尤其和大脑相关的 可能它不是您看见的样子 它可能是大脑当中的血管 已经压到神经产生的 所以这种问题特别容易误诊 容易耽误 那勇志 你这样你去我们大脑的这个血管 和神经的森林当中啊 把这个疾病一个个的找出来 好 给大家看看都有什么疾病 好 找找一个 看看这个写的是什么 永远 降不下来的高血压 这高血压也太气人了 怎么降不下来 顽固性高血压 对 这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说的顽固性的 或者是药物难制性的高血压 一般的血压呢 我们通过降压药 就基本上能够很好的控制住了 可是有一些的血压 它即使用很多种降压药 它也很难把它控制得很平稳 像我们老年人容易出现三高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如果说你是肥胖 高血糖 高血脂 这个时候出现高血压 特别是如果家族当中 还有类似的这种高血压的病人的话 那这个呢 在老年人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现象 可是有一种特殊的类型的高血压 它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容易得 而且得了以后呢 吃药效果不好 就是我们这个提到的 这是一种顽固性的 药物难控制性的这种高血压 这实际上和我们脑子里面说的 这个血管和神经搭在搭错车了 是因为这个血管搭到了这个 米走神经上 它就会出现顽固性高血压 米走神经的作用是什么呀 米走神经是我们脑子里一个神经 它是植物神经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它来去调节植物功能去的 实际上这个对高血压来讲 它影响的呢 还不单纯是这个米走神经这个区域 它最压迫的问题是 那个米走神经 从脑子里发出来的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 是我们的这个心血管中枢 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功能 和这个血压功能 心血管功能 控制中枢在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有血管 如果在那地方老是刺激这个中枢 会造成它这个高血压 永远的很难控制 高血压呢本身有很严重的危害 比如说它可以造成脑出血 它可以造成脑足中 这些都有问题是吧 如果是高血压通过药物控制好 那这个风险会降低 如果药物控制的不好 那它随时的时候 如果情绪一波动 高血压突然间一下增高 就容易发生危险 而且容易出现心脏病啊 容易出现心梗啊 这些人的风险 都比其他的那种 其他的症伤人要多 明白 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也许这个中老年人 他一开始只是普通高血压 但发展着发展着 他的血管变硬了 或者是脑萎缩了 然后又出现了那种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 有那种可能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有一些人呢 是随着年龄增加 那么血管硬化 血管和神经靠在一起了 它原来就有高血压 但是如果这个因素 再加上去以后 它可能那个血压 控制起来就更困难了 所以大家听听 如果您平时的高血压 还能控制 吃药都挺好的 但是突然间 怎么吃药 甚至加药 这个血压 就是控制不到 理想的范围之内 可能就要考虑 是不是大脑当中的 血管和神经 搭在一起了 是 要排除一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呢 比如说 勇至一开始的眼睛跳 这算是信号吗 类型的高血压呢 往往会合并一些表现 也是说和这个血管和神经 靠在一起出现的一些表现 你比如说像这个眼睛跳 像那个脸疼 像耳鸣 像悬晕 这些可能有时候 会重叠在一起出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更得警惕 是不是脑子里面 这种搭错车的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有一些 在病人的身上 看到了一些现象 你比如说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 我们有一个病人 是因为这个眼跳来的 但是呢 他来做手术的时候 他40多岁 可是他的高血压 已经有20多年了 他从20多岁的时候 就有高血压 一直吃药控制不好 那么最高的时候 我们在做 他在做手术之前 最高的时候 他的血压能在180 或者是190这种状态 对 去做手术 把那个压在神经上 这个血管呢 就分开 他不再刺激这个神经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呢 血压明显的 比原来要低 吃以前的药 就能够很好的控制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会发现 血压变得低了 后来就把药停住 停掉了 就可以不吃药了 而且他的血压 也不再高了 那这个就证明了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高血压 实际上 根本的原因 是在于这个血管呢 对它那个 心血管中枢的一个刺激 嗯 这种血压是可以治愈的 是 治愈 这是一种可以治愈的 特殊类型的高血压 哦 好 大家可以哈 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对照一下 这些症状自己有没有 来判断一下 您的血压总也控制不好 千万要警惕 使这种血管压迫神经造成的 那还有什么脑部疾病 跟这个相关呢 另外我们说的血管 达到神经了 大脑出现了一些病变的话 还会引发哪些疾病呢 在揭晓下一个疾病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对 正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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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最厉害了 嗯 耳朵不够响 不响 你血压高吗 不高 130多 我到140吧 你吃过尖安药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我没得过病 我跟你说 偷一次煮眼 这是 最早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是眼皮条 对眼皮条 这个眼角眼皮条 最早的时候 这是 那现在 现在 你看 现在就正常的一样 那好了 你没事 对 就是没事 摸扎的一开始也不当回事 叫做 没事 这位先生还真是挺明显的 他一开始说他没当回事 对 就可能一开始跳的 不那么明显 只是就觉得眼睛跳 后来脸也跟着抽动 而且时好时坏 那就是不容易注意 跟咱们模仿的那个 差的太多了 有时候是模仿不出来的 对 一点模仿不出来 是控制不了的 是的 是的 对 控制不住的脸的抽动 眼睛的抽动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病啊 嗯 去找一找 好 给大伙看看 我找的第二个就是 永远无法通过的人脸识别 哎呦 因为我们现在去哪儿 不管是坐飞机 坐火车 然后住酒店 都要人脸识别 这个病人脸识别不了 叫做面积精卵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面积精卵 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 很多人说眼睛跳得不严重的时候 它呢 不影响这个面部识别 嗯 但是呢有时候呢 脸跳得太厉害了 整个的这个脸型都变了 嘴也歪了 眼也歪了 那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过这个安检也好 或这个面部识别的时候 它就通过不了 往往在这个时候呢 它还容易紧张 它一紧张 它会跳得更厉害 一次过不了 两次过不了 如果三次还过不了 那可能人家就要 警察就过来要看 是什么原因了 就要去核实他的身份了 实际上不是 就是因为它这个跳 也就是说血管 可能在大脑当中 搭到了负责面部神经的一些 对 它刺激到面神经 就会引起这个面积精卵 如果一紧张 一着急 这个血管的波动呢 会更剧烈 它对这个神经的刺激 会更严重 所以引起它这个抽的 就更严重 所以开场的时候 您为什么测试永质的时候 让它使劲眨眼 这是为什么 眨眼的时候呢 我们做这个闭眼 睁眼的这个动作 有时候会诱发出来 它那个抽筑来 因为面积精卵 实际上它是间断性的 很多病人呢 安静的时候 在家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一点都不跳 可是他一遇到 生人 一见到这个人多的地方 一到一些公众的场合 他越想控制 越控制不了 而这种反复的 这种眨眼闭眼的 这个动作呢 会诱发出来 它这个面积精卵的这种发作 哦 也就是说 可能有病人 会找到您看病的时候 也许不再跳 对 但是您让他使劲眨眼 刺激一下 也许就开始跳了 它就跳起来了 我们正常人 你眨眼闭眼 它一般不会引起这种 异常的跳动 如果是面积精卵的病人的话 你让他睁开眼睛 闭上眼睛 这么来回做几次 常见的情况 就能够把它的 那个面积精卵又发出来 你今天左眼跳 明天右眼跳 它不反复出现 这个不严重 如果反反复出 一边的眼睛总是跳 还是说一边的眼睛总是跳 那它就预示了 这个是有问题的 记住了 好 这是另一方面 大家可以自测一下 在家里想一想 是不是平时老是眼睛跳 然后现在没有跳 可以对着镜子 使劲眨几下眼睛 如果它开始跳了 这是一个信号 平时我们眼睛跳 只能轻轻地躲动 如果您的眼睛跳 已经拉扯了很大 而且拉扯脸部神经 也在抽搐的话 也要小心 是这种脑部疾病了 对 好 您的眼睛频繁反复跳 可能是脑部血管 压迫神经导致的 您千万要警惕 神经和血管搭在一起 还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继续揭 好 耳朵里永远的轰鸣声 这不就是 耳鸣吗 耳鸣 对 顽固性耳鸣 对 耳鸣挺难受的 我听一些老人家说 自己耳鸣难受到 已经不想活了 有这样的 这个耳鸣呢 在老年人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症状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老年人 听力会逐渐地减退 耳朵会越来越背 好多人呢 在耳朵背之前 它会有一个耳鸣的过程 这个耳鸣呢 大部分都像那种 残叫式的那种 高调的那种 持续的那种 咱们说的这种耳鸣 和这个耳鸣 还不一样 它是一种更特殊的 顽固性的那种耳鸣 这种耳鸣呢 它想起来动静比较大 就和这个火车开过去 似的 哐哐哐哐哐过去的 或者是这个 洪水流过去的那种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呢 往往和我们这个脉搏啊 相一致 一蹦一蹦一蹦 这种波动性的这种跳 就和我们的心脏波动 相吻合的这种跳 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说的 也是一种血管和神经 靠在一起的一个 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血管 靠的是什么呢 是靠着我们这个听神经 血管靠在听神经上了 所以它会造成耳鸣 它就搭在耳朵的神经上 然后一跳一跳 你好像就听到耳朵里面 有什么火车呀 一跳一跳的那种声音 特别是在夜深的硬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特别响 它在耳朵里面发出来的 会造成很多人失眠 所以大家要记住 如果您现在耳鸣 赶快摸着自己的脉搏 然后这个耳鸣和脉搏的跳动 几乎一致的 几乎一致 而且不是那种高频的一个声 是像火车经过 像什么金河快乐 像洪水流过什么的 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很多呀 支配着我们全身 那岂不是哪个地方搭错了 都有问题吗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血管和神经 它本来的时候呢 个性气道 它是有正常的功能 如果说它一旦搭错了车 它本来不该搭在一起的 它搭在一起了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面部的表现 不只是一些跳抽动 它还会疼 对 有些老年人老觉得牙疼 对 它也许就是搭在这儿了 牙拔了还是疼 是 它是神经和血管搭在一块了 我们见到过有这个比较典型的病人 是什么呢 始终怀疑是牙疼 结果呢把这一边的牙全拔光了 呦 这个疼也没解决问题 哎呀 它实际上呢是三下神经痛 这太容易误诊了 所以我们除了要告诉大家 自我判断的一些信号以外 有什么检测手段 可以很好的查出这个病呢 我们现在呢 对于这个病的诊断 实际上有很多技术手段 可以去借助去 譬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影像学的检查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磁工站 磁工站的影像 我们现在有一种特殊的序列 它可以既把你的神经 显示出来 也可以把你那个血管显示出来 你那个血管和神经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是不是血管和神经 靠在一起了 我再做一个检查 我就能看得很清楚 可以看到这两张片子 不是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面积经卵的病人 面积经卵的病人呢 这就是我们那个面神经 这个灰的 从脑子里发出来 然后到耳朵里头 从耳朵里头出来 支配到面部 这个是面神经 那么这个白色的呢 就是血管 你看这个血管 紧紧地压在这个面神经的 从脑子里发出来的 这块地方 特别明显 它就紧紧压在这 如果说你正好 这个病人右侧 又是在不断地眼跳 面部肌肉跳 那我们做一检查 又发现这个地方 有这个血管和神经 明显地靠在一起了 那这个诊断就很明确了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血管 和这个神经把它分开 叫它不再去刺激这个血管去 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 我问一句外行的话 我觉得大脑当中 血管挺多的 为什么只有那一点点 显现了呢 这是因为它是少的 那个断层 是少出一层来看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这样来看的 对 它是这样切面的来看 我们大脑这个血管的 那这一位呢 他的这个血管压到什么地方了 这位呢是另外一个 顽固性高血压的病人 为什么会引起血压高来 那这个 这是一个神经 这个神经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米走神经 这是米走神经 你看在这个米走神经 你看在这个米走神经的根上 这有一个血管 明显地压在这 它压的呢 实际上还不是 米走神经这个神经干 它压的是我们这个脑子里头 这个地方我们叫盐髓 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心血管中枢 它紧紧地压在这个心血管中枢上 它把这个脑子已经往这边都挤压了 这是造成它顽固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它只要把这个压迫给它解除了 它不再对这个盐髓进行压迫 进行挤压 进行刺激 那么这个高血压也就控制住了 都是这种高血压 是因为血管压迫到了 调节我们血压的米走神经 把它们分开就好了 对 所以就说到治疗方式了 血管和神经多细啊 不是对 你说看的容易 对啊 感觉解决问题 感觉上纸上弹病很容易 对 操作起来太麻烦了 这太 得把脑子切开 弄分开了 然后再把脑子放进去 再把脑子盖子盖上 别说勇智说的夸张 可能我们自己去想象这种手术 就是挺恐怖的 是 好多老百姓一听说 要在脑子上做手术 都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对啊 实际上这个手术呢 是一个微创的 不需要把脑子全打开 它只需要在耳朵后面 开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孔 哦 然后这个所有的操作 都是在显微镜下操作 正常的情况下 它是应该不出血的 哦 连血都不出 你只要把这个血管和神经 分开就完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所以它损伤非常小 只有做这种手术 才有可能把这个病根治了 其他的办法 基本上都没有效 但是它怎么分开呢 因为你如果把它扒了开 我想象的啊 它有可能又搭在一块 对 而且有一些方法 它们中间呢 可以把它 我们把它分开以后 为了防止这个血管和神经 再搭在一起 我们还是采取一个措施 我们会中间垫一些东西 会垫一种特殊的一种棉团 这个棉团垫进去以后呢 就把血管和神经 完全的隔开了 它就不会再回来 再搭在神经上了 哦 所以这个棉团很关键 这是什么棉团啊 能把这个血管神经分开 又不刺激到神经啊 您跟我们比拟一下 就现场 给这个人大脑做一个手术 这是我们一个脑子的模型 这个脑子的模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和我们正常人的 这个脑子的大小 去这么成比例地做出来 基本上和正常的脑子 是一样的 我们在脑子里面 一共有12对颅神经 发出来以后呢 支配不同的部位 有发挥不同的功能 血管呢 实际上正常的时候 血管它一般情况下 都是从这样走 它是在这个中间走 这样走的 它对神经和血管都不影响 但是有时候呢 血管会偏到一边去 偏到一边 它就会刺激到这些神经 那么我们如果 要想把它分开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 把这个血管和神经分开 我们可以用这个 黄色的代表我们的神经 红色的呢 代表我们的血管 它如果紧紧地 靠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形成这么一种关系 就压在这个神经上 对神经造成压迫 造成刺激 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 把它给它分开 这个分开呢 为了防止它再压回去 那我们会 在这两个之间呢 会垫一个棉团 这个棉团呢 我们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材料的棉团 我们把棉团垫在这 那我们这个神经呢 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会再靠回去 那这种特殊的棉团 实际上是 我们人造血管的一种组织 它在体内呢 和这个人体啊 不会产生这种排异反应 排异 它可以长期地 在里面存放 它没有这种 它没有这种异物 它是很好的 这种组织相容性 另外呢 它不会被吸收 它不是说放一段时间 以后就没了 所以它会始终 让这个血管和神经 不再靠在一起 那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这个血管 对神经的压迫 这种病就得到了根治 那毕竟它也是物体啊 它不会刺激到神经吗 这个呢 它有很好的这种弹性 它很松软 它比这个血管要软很多 就相当于我们 在这个血管和神经之间 加了一个缓冲垫似的 这个缓冲垫 就把这个血管 对神经的压力 给它分解到了 它本身压在的时候呢 是一个点在那压 这样放在一个团的地方呢 这个压力就没了 你只要把这个血管和神经 安全有效地分开了 这个病就得到根治了 它总体的有效率 能在90%以上 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 作为患者特别幸福 因为有各种高精尖的 治疗和解决的方案 这都是医生的事 我们主要负责的是 千万别让自己误诊了 给您提个醒 如果您的血压 吃好多药 都控制不到 自己的理想的范围之内 或者是您发现 自己的眼皮开始跳 这种跳是反反复复的 而且这种跳是拉扯的跳 时间长了 带着脸也在跳 包括耳鸣 包括一些三炸神经痛 悬晕 牙疼 找不着原因 您都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大脑中出了问题 是血管和神经搭错了 搭一块了 那生活当中 我们想身体健康 一定要多吃健康美食 那接下来 我们就去养生厨房 学健康美食 养生厨房 是由营养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冠名播出 金龙鱼1比1比1配方 融获中国发明专利 以及中国营养学科学技术奖 营养均衡国民好油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我们要先把这个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们说这个小麻石特别好吃 我们说这个小麻石特别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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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